叶明,你把哪个有钱人扮回北京,我们不服你。你把邹雪生扮回北京,我们服你。 一个北大荒老职工的后代对叶明说道,2009年,知青返城早已成为历史,能够回城的知青,已经回到城市生活了几十年,基本都到了寒一弄孙的年龄,没有返城的知青,不是自愿留在了农村,就是因特殊原因失去了返城的资格,知青的身份在这个年代已经不存在。 可是这一年,滞留在北大荒的原北京知青邹雪生,在他年近六十的时候,却拿到了北京准签证。 他当时在北大荒混得如同一个盲流,根本不敢奢望今生还有机会重做北京市民,是他建设兵团的战友叶明等人,帮他创造了这个奇迹。 这种胜过亲兄弟的战友情,记录下了一个时代青春岁月,感人至深的一面,以史未尽,可以知青涕,以人未尽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老海说史。 邹雪生十五岁那年,他母亲自杀,父亲不在身边,家里只剩下他和五岁的弟弟,兄弟俩熬过两年无父无母的艰难生活。 1968年11月,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家中通知邹雪生。 组织决定让他们两人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铁力独立二团,他那时想,建设兵团即使不算参军,也能有个身份,自己去到无所谓,只是弟弟才七岁,去建设兵团怎么能适应,就像那位解放军战士提出,能不能把弟弟留在北京,那位战士告诉他,组织决定不能改变,让他到派出所签户口。 两天之后就出发,北京户口意味着什么?邹雪生和当时很多知青一样,并不是很在意,等他们想崇尚北京户口时,才知道有多难,邹雪生这一走更是差点和北京原境。 重回北京前很长一段时间,他最大的忌讳就是别人说他是北京人,一听人这样说,他就感觉有道深深的伤疤,被猛然撕开,痛得他心里狂颤。 离开北京时,火车站是青春的海洋,有震天动地的激情歌声,也有子女和父母分别的泪水,生产建设兵团是按部队编制的农场,知青相当于农场职工,和在农村插队正公分不一样,有工资还要发工作服,一道连队邹雪生七岁的弟弟也领到一身军黄色棉衣、棉裤,穿起来像住进帐篷,不过半年之后,邹雪生的弟弟就被退回他父亲的原单位。 当初刚下火车,接站的兵团连长点名,见到邹雪生的弟弟就不想收,还是弟弟哭着说了家中情况,不愿离开哥哥,连长心一软才把他留了下来。 等到兵团化归沈阳军区,兵团领导觉得弟弟年龄太小,留兵团影响不好,就让邹雪生所在团的副团长,把弟弟护送回北京。 弟弟哭到叉气,也无济于事,没过多久邹雪生得到消息,弟弟随父亲被遣返回江西,他在北京没了家,这也是后来他不能返回北京的主要原因。 邹雪生短时间在兵团换了几个地方,从独立团到采石厂,再到砖瓦厂,最后落在二十九团二十七连,北大荒环境恶劣,知青的工作又苦又累,下雨前抢收麦子进库房,必须一天内完成。 抗桌装满两百斤麦子的麻袋,走在一尺宽的入库踏板上,踏板好像都要被闪断,浑身大汗,连裤衩也湿透,脉盲接触到皮肤身上,刺养难耐。 生活,工作的艰苦,最能体现出朋友的可贵,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邹雪生几个人冒着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,加夜班拖豆子,干起活来,几个人浑身冒汗,活已干完,马上冻僵,邹雪生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到宿舍,鞋子和脚已经粘连在一起,再也迈不开步,处理不及时会有节肢的后果。 宿舍没有上夜班的人立即围上来,夜明几个人想方设法把邹雪生的棉鞋弄下来,然后用雪仪便便给他搓脚,搓完脚夜明和另一个知青把他的脚抱在怀里暖,他的两只手也有知青放在怀里捂。 还有知青把温热的开水喂到他嘴边,天寒地冻,有情如春,知青们的感情,在北大荒的冰雪中,日渐醇厚,年轻人在一起,再多的苦也吞噬不了激情和欢乐。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,成立初中毕业的年龄,正是求知欲最强烈的时候,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杭州等地的知青聚在一起,带来很多涉人心魄的世界名著,这些书在那个时代不容易看到,对当时的知青来说, 魔力远超现在人气最高的手游,邹雪生的连队比较宽松,知青看那些书连长不管,有些连队不让看。 知青只好把心心念念的书锁在柜子里,有次邹雪生一早借到本少年维特之烦恼,晚上必须要还,不守信用就没有下次,那天的工作是掰包股,每人负责一行,邹雪生就一趟跑到前面,隐藏在玉米地坐着看书,等掰包股的人接近再往前跑,用这种方法总算天黑钱把书看完, 没有一众兄弟帮忙打掩护,邹雪生根本不可能把书暗示看完,邹雪生在知青中人缘好,他是班长,在权限范围内总是为本班知青行方便,知青都叫他好队长,班上知青外出办私事。 邹雪生和同班知青会敲咪咪多做一个人的公不声张,他也有以权谋私的时候,一次有个知青找他请假,他要那个知青帮他借两本书才同意, 那个知青向他伸出三根指头,他喜出望外以为还能多借一本书,那知青却说要请三天假,邹雪生冒着被上级处罚的风险还是同意了。 知青间重规矩,那个知青按时回来,邹雪生就拿到了想看的两本书,有青春就有恋情,邹雪生,夜明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一起,免不了要聊到姑娘, 有晚上邹雪生几个正在宿舍闲聊,夜明兴冲冲跑进来说,某个女生很漂亮,结果马上有知青接话说,夜明是圈子里最后被那姑娘美到的人, 不过大家觉得夜明才貌双全,和那个姑娘很般配,要邹雪生给夜明算一挂,看他和那个姑娘有没有缘分,去年邹雪生就给夜明算过挂,说他要当大官,夜明吐槽说他现在连个班长都不是。 邹雪生说他不是步步高升,而是一步登天当司令,夜明拿出司令的派头,许诺要提携邹雪生,玩笑里的白日梦,后来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应验,算挂,其实就是穷开心,邹雪生拿出三张一样的纸,一张写着抓到我就嫁给你,另外两张空白,三张纸揉成纸团,用帽子一盖让夜明抓,夜明怕抓着白纸毁了姻缘不敢抓,另一个知青急吼吼要抓,夜明一副别人要抢他情人的样子, 赶紧一把抓走三个纸团扔进坑里,惹得大家一阵大笑,知青的交情很纯真,多年后大家有了不同的生活。 不少人还是铭记,维护着这份纯真,一晃七八年过去了,知青返程的大门打开,夜明的女朋友搬回了北京,夜明的父母千辛万苦,给他办了个并退,可兵团这边不批,女方父母见夜明回不了北京, 闭着他俩分了手,夜明的母亲急得病倒在床上,和女朋友分手那晚,夜明找到邹雪生哭诉,邹雪生陪了他一个通宵,第二天两人找到一个鼓掌的下属,请他帮忙引荐主管鼓掌,看能不能放夜明走,邹雪生和夜明带着烟酒,由那个下属带着到鼓掌家登门拜访。 可鼓掌并不打算帮夜明,鼓掌的老婆只给下属泡了一杯茶,邹雪生和夜明喝的是开水,进门受这种待遇,已经说明事情不可能办成,回去的路上,两人一番商议,终于想出来个办法,夜明可以先转成当地农村知青,再根据知青政策返程,这个办法耗时,费力,但刻意绕过关卡,被有意为难,也只有走这条路。 夜明通过这个办法,终于可以返回北京,邹雪生为夜明送别的时候,送给夜明一本笔记本,夜明让他在笔记本上留言,他以诗相赠,夜明也回赠他一首诗,并把钢笔送给他留念,本来以为不久就可以在北京团聚,没想到一别就是三十多年,寝室的人一个个离开,最后只剩下邹雪生一个人,昔日的热闹的群体生活,如今变成让他心悉的冷清,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北京, 邹雪生在北大荒有过一次初恋,因为女方父亲的反对分了手,落单的北京知青还是有女孩青睐,甚至一个15岁的女生,怕最后一个北京知青被抢走,提前卡位主动做他的女朋友,希望和他结婚一起到北京生活,女孩年龄虽小,却容貌美丽,身材成熟,他们谈了一年的恋爱,1979年,女孩就把年龄改成18岁去登记结婚,工作人员不给办,说女方要22岁才能结婚, 邹雪生和女友正在失望,管这事的刘股长走来,说男女相差8岁,平均一下就能合规,让工作人员给他两半。 这个刘股长是邹雪生初恋的父亲,帮他忙也许算是一种补偿吧,1980年两人生了个女儿,回北京的事还是没有眉目,只能继续留在北大荒生活, 宁运的再次打压发生在1990年,邹雪生承包了兵团的地,要向兵团交40%的收成,不想这年遇到天灾,逼得一家人连种子吃了,算下来,不仅欠两万元的承包费,生产上的投入还欠下三万外债,还不上承包费邹雪生就没有地重,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,妻子没有得到成为北京人的福利。 还要跟着,邹雪生受连当地人都不如的苦,实在无法忍受,和他离了婚,邹雪生带着女儿,到团部租了间十平方米的围建草房,靠打短工艰难度日,女儿上完初中,因交不起学费,只好辍学离开邹雪生,远赴深圳打工,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,2003年隆冬,邹雪生连过冬的粮食,煤炭都没有,早上6点,他就冒着零下35度的严寒,到厂部前的十字路口等活口, 活干,站在外面,人根本不能静止,必须不停原地小跑,不然会被冻伤,小跑桌眼部,也会挂上冰珠。 时不时要用手去武化,要是硬抹会伤到皮肉,帽子两侧尽是呼吸流下的白霜,就这样要站三个小时,没人顾才能回家,不然错过了活干,真就没有生路了,回家不能烧煤取暖也待不住,邹雪生只好去小卖部看人打牌,还不好意思看得太久,怕被人嫌弃,晚上他去一个熟人家看电视, 这家夫妇是老职工,年龄大了,喜欢有人陪着聊天,能给邹雪生几小时的温暖,电视节目邹雪生只能随着老人的喜好看,年关将近,邹雪生终于找到个去处,在十字路口等到了有人雇他去看守三个月的农机。 报酬是三个月八百元钱包吃住,邹雪生的境遇,没有条件拒绝,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立即答应下来,工作地点在新开的荒地,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,举目都是茫茫雪原,连一棵树都看不到,住处是间十几平米的草房,没有通电,靠一盏油灯照明,一面窗户没有玻璃。 用塑料布定着,井水长久不用已经发臭,必须用桶里准备的砂锅绿才能饮用,包吃就是随车带来的白菜,土豆和粮食还得省着吃,雪大了车进不来,要等来年化学车子才能来接邹雪生出去。 雇主唯一的慷慨是,街杆可以让邹雪生随便烧,看着堆成小山的街杆,邹雪生想着这个冬天可以不挨冻了。 哪只街杆烧炕,只能保暖两个小时,睡一晚要起来烧三、四次炕,要不然冻得根本睡不着,后来邹雪生干脆穿着棉衣,棉裤睡觉,起来后再烧炕给房间升温。 住在这里生病几乎就是送命,死了也要等雪化雇主进来才能发现,这里还有被狼吃掉的危险,老板特意给邹雪生带了把房狼钢叉,有天晚上邹雪生听到有扒门的声音,赶紧用木棍顶上门,把钢叉紧握在手里,狼扒不开门,又去扒窗户的塑料布,一些地方已经被抓了。 情急之下,邹雪生想到了用火驱狼,他把灯油撒在一只线手套上,房间火光大亮才把狼吓跑,第二天邹雪生开门一看,房子周围到处都是狼的脚印,昨晚少说都有四、五只狼,北大荒大雪过后,接着就是大风。 大雪一下,邹雪生必须把街杆抱到室内,不然出门抱街杆,被风刮倒,就永远站不起来,而且大雪封住房子也很难出去,可是雪后大风有规律要刮三天,房间太小,只能放下烧两天的街杆,省着烧房子里食物冻得比砖还硬,水缸里的水也都成了冰块,零下四十度的气温,炕也很难烧热。 三天里,邹雪生很多时间都蜷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,第三天午后风小一点,邹雪生想出去天点接杆,门被雪堵住打不开,窗户也被雪堵了一尺多高,费很大劲从窗户爬出去。 邹雪生用铁锹把门口的雪铲开,又从半人多高的雪地,花三个小时往借杆堆铲出一条两百米的通道,零下四十度他还干得满身大汗,快到除夕的时候,有天天气好,邹雪生想到三十里外的小村买点日用品,路上踩进雪坑,差点出不来,只好打到回府,不敢再往前走,除夕邹雪生一个人的年夜饭,只有一碟炸黄豆和盐半土豆,白菜丝。 这样的生活,邹雪生觉得他今生已经无法摆脱,他再也回不了北京,他的老红军父亲的户口迁到了江西,他在北京没有落户的地方,失去了回北京的资格,随着年龄的增大,邹雪生的日子越来越艰难,他本来想最后挣扎一下,去学了电气维修,可势力下降,这一行也不能再干下去,2008年,五十多岁的邹雪生,还在建筑工地扛一百多斤一袋的水泥, 一天他正在干活手机响了,他一接居然是叶明的电话,邹雪生知道叶明回北京后参了军,没有当司令,好歹也成了个军官,他自己混得这样惨,不好意思再见故人,就和叶明断了联系,不知道叶明从哪搞到了他的手机号码,叶明在电话里说,等奥运一过就来看他,让他又惊喜又忐忑,奥运结束不久,邹雪生又接到叶明的电话, 说已经到了团部,在十字路口等他,这次去十字路口,邹雪生和去等活干的心情大不一样,有种激情重燃的兴奋,这回好几个地方的二十几个兵团知青, 一起重返故地追寻青春记忆,叫好了饭菜都在宾馆等邹雪生,参加聚会的还有几个比较出色的农场老职工后代,聚会结束后,邹雪生和叶明还有另一个以前最要好的知青,在宾馆聊到深夜,临别时,叶明送给邹雪生一块名表和一支金笔,约好第二天邹雪生接他们去家里看看,邹雪生的家哪向家,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,连给两人泡杯茶都办不到,屋里又脏又乱一股怪味, 盖的是棉絮,连被套都没有,叶明一到他家看到这一切,没有半点嫌弃,只有痛心的泪水,他几乎是朝邹雪生吼叫,你就这样活着,邹雪生羞愧难当,聂如回了声,对不起,叶明上前一步抱住邹雪生,责备他过成这样,为什么不早说,邹雪生感觉到叶明的泪水湿了他的肩,随后叶明拿出五百元钱给他,说这是身上全部的现金,三人一起回宾馆,路上叶明一言不发, 不停地擦泪,宾馆的知青还在等着三人吃早饭,见叶明情绪低落,还以为他没有休息好,吃过饭叶明才,对大家说,邹雪生家连北京捡破烂的都不如,有心的话就去帮他收拾收拾,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几个以前的女知青二话不说, 赶到商店为邹雪生购买各种生活用品,连内衣,内裤都买齐,然后到邹雪生家搞了个大清理,让邹雪生和他家彻底焕然一新,这几个女知青和邹雪生并不熟,但在一起挥洒过青春,让彼此都有情感的呼应, 他们知道邹雪生长期困手偏慌,人情事故不免落伍,清理完房间又开始教邹雪生为人处事,希望他能够过得好一点,三天过后大家要走了,依依稀别识,叶明只说了句,回北京再说,他还会回来,邹雪生万万没想到,叶明下次来的时候,会是带着他前往北京的手续来,叶明回北京不久,就给邹雪生打电话,说他和妻子商量,要把邹雪生搬回北京, 叶明的妻子知青时代,在兵团小卖部,上次知青聚会也来了,邹雪生对他俩的想法心存感激,但不抱希望。 他在北京的户口底子已经丢失,1979年他父亲和弟弟千户江西,父亲单位的人就没有找到他们的户口,最后只好开了张户口丢失的证明,邹雪生向叶明夫妇表示了谢意,也请他们不要白费功夫,2009年1月,另一个兵团时要好的知青给邹雪生打电话, 也证明邹雪生没有想错,他们在邹雪生曾经居住地址的辖区派出所找了一天,也没有找到邹雪生的户口,可是在北京的援兵团知青没有放弃,终于有人帮忙找到了邹雪生北京户口的底子。 叶明让邹雪生去劳斯科开张北京知青的证明,劳斯科却说现存档案不能证明他是北京知青,农场已经没有北京知青,证明不能开,邹雪生只好开了张档案在劳斯科的证明。 过了段时间,叶明打了电话,说证明没有显示邹雪生北京知青的身份,除此之外,还要开张他女儿的失业证和未婚证。 叶明早为邹雪生筹划好,要一次性把他女儿也接到北京,如果他女儿没有结婚,最好先不结,免得结了婚不好,随附签北京。 这些证明相关部门还是不给邹雪生开。 他无可奈何,只好请叶明他们不要办了,叶明气得说了邹雪生一顿,另外几个圈内的北京老知青告诉邹雪生,叶明的妻子连着好多晚上为他整理,填写各类材料忙到凌晨一点,白天还要为他去各部门周旋,叶明也陪着笑脸为他在外面到处跑,邹雪生才知道北京的兄弟姐妹为他费了多少心,他轻言放弃,简直辜负了一片真情。 最终,邹雪生那边最难办的证明,还是叶明人托人帮他办了,叶明把他要办的事和邹雪生要办的事列成清单传真给邹雪生。 邹雪生一看叶明要办的十四件事,渐渐对他来说都难于登天,他要办的九件事,最难的两件也是叶明帮忙才办成。 2009年6月,叶明打电话告诉邹雪生,他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,而且女儿一起签北京,退休也在北京办, 过几天就来接他回北京,这个消息让邹雪生欣喜若狂,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,叶明开了两千多公里的车,把准签证明给邹雪生送过来,他怕既丢,也怕邹雪生办不好,准签证明有时效,半个月之后就过期,不容有任何差值。 临走前,两个知青老大姐还一人给了叶明一千元钱,让他过来打点人情,叶明两夫妇和邹雪生妇女到北京的派出所上户时,派出所问邹雪生和户主什么关系,叶明说是战友,证明瞬间被扔回来,说要亲属关系才能上户,叶明说那就是亲属关系,派出所说要让街道出证明是亲属关系。 邹雪生在一边听着脸都白了,有种天塌地线的感觉,还好叶明在派出所外打了电话,再回去就给上了户,邹雪生在41年后终于做回了北京人,他给女儿说,以后这一天就是他的生日,邹雪生这辈子值了,不是因为他迁回北京,是因为他得到了叶明等一众老知青的真情,这种真情难能可贵,是值得用一生去维护,去感动的。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